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人生履历却堪称传奇 在鱼龙混杂的娱乐圈 很多人为了出名 首段进出曾轰动一时的412事件 就记录了不少明星不为人知的秘密 但在上世纪的香港七八十年代 风月片流行是出名和快速来前的捷径 很多女星为了名利明目张胆的落路 以身体搏上位 而出身豪门的郭秀云也选择了这一条路 1969年出生的郭秀云是中德混血儿 爸妈是德国人 香港海洋公园的创办人之一 妈妈是中国人 家里网上好几代全做珠宝生意的 还开武馆 全家都会点拳脚 别看妈妈肉肉弱弱 人家精通白鹤犬 因为老爸开海洋公园 家里也住公园附近 所以从董事起 郭秀云就活得跟童话里的小公主一样 别的小孩顶多撸撸猫狗 他就可别致了 和海豚一块游泳 养鹦鹉 猫头鹰 猴子和蜥蜴 十岁之后 郭秀云就和妈妈移居来美国读书 除了家境优越 人家还长得美 混血的五官真心优越 甚至可以碾压隔壁后来的 风切勇女神 秋树珍 明艳大气 一鼓一惊 原本是富家女的郭秀云 本就不中意娱乐圈 结果却因为年轻气盛 而踏入了这个名利场 1988年 李嘉欣视如破竹地夺得港姐冠军 识人未知约 最美港姐 本来拿下多个选美冠军的李嘉欣 还不满足 又在同年参加了国际华裔小姐选美 这样一来 其他年轻貌美的女孩子 服气吗 至少郭秀云不服气 于是她也去参加了 本来国际华裔小姐创办 初期就决定港姐冠军 不能再拿华裔小姐冠军 要给其他家里留机会 比如后来的袁永怡 郭艾明 都是如此 但持量行凶的李嘉欣 在第一届就凭借逆天颜值 打破了这个定律 评委打出高分之后 才想起这个决定 但为时已晚 冠军被李嘉欣捧走 亚军被李玉兰夺去 郭秀云去居第三 永远不要低估女孩子们 争起斗烟的好奇心 这里辣妹给大家插播一个 毕加四姐妹 参选国际华裔小姐的段子 必是选美之风盛行 港姐亚姐世界小姐 环球小姐 国际华裔小姐等等 百花争艳 澳门毕加四女不服气 毕美娜 毕加宝 毕加丽 毕美琪 分别夺得1989 1993 1995 1996 四个年度 国际华裔小姐冠军 他们参加选美比赛 不是为了成名 而是证明自己的颜值 并不输其他姑娘 因为这四姐妹夺冠之后 都坐上了上班族 压根就没有进娱乐圈 郭秀云加进英时 本就不需要接广告 拍影视赚钱 他在选美比赛结束后 拍的影视剧 大家都是根据自己的喜好 纯属玩票的性质 比如1989年 出演的电影处女作 闭鬼有限公司 只是因为郭秀云 对恐怖片感兴趣 再比如那到港姐寄军的第二年 郭秀云就出演了 闭鬼有限公司 在这部影片中 可谓是本色出演 是一个老板的千金女儿 后来出演的量足100分 备受关注 因为《美女云集》 里面的八个 靓丽迷人女性 风情万种 风格各不同 转足了灾难的眼球 但在那个《美女云集》的时代 郭秀云的名气平平 不知是出于好奇 还是想出名 不缺钱的他选择了拍三集 这是郭秀云 第一部大尺度的影片 让不少人记住了 迷惑人心的他 后来他拍了几部电影 名气没有很大突破 于是在1993年 郭秀云再次拍风月片 担任主演的他 吸引了不少眼光 但被剧中被逼着 出演风月片的陈宝莲 抢了风头 人们的更多关注 放在了陈宝莲身上 后来陆续出演了多部影片 也没有激起太大的浪花 在郭秀云拍作品时 还发生了一些事 就是他和钱小豪的感情和婚姻 入圈不到二年 就和钱小豪英系深情 还恋爱脑发作 悄咪咪的跑到澳大利亚结婚 并火送生下儿子 钱其夫 可惜 这么登对的CP不到三年就散了 官方说是性格不合 但真正原因估计还是钱小豪 受不了老婆去拍风月片 不得不说 这位姐姐脑回路也是清奇 别的女性走上这条路 不是为钱就是为名 她可不是 大小姐就是觉得 我身材这么好 藏着也太可惜了吧 大大方方的展示出来好了 顺便还可以尝一下不同类型的电影 于是就接连拍了 《我为亲狂》和《神港流英》 不过在这些片里 郭秀云压根没脱 但后来她又拍了不少大尺度写真 于是就被冠上了《艳星之名》 值得一提的是 郭秀云有个亲哥哥 郭耀华 混黑道的还有点级别 是新一安的堂主 也是不走寻常路 看上了女明星陈嘉玲 不赌钱不砸门 就是指定要和她拍片 亲密无比 其情似事那种 小明星不得不从 因为人家放话了 如果不听话 我可不保证你的家人能安全 就奇奇怪怪兄妹俩 这是啥家庭啊 钱小豪不懂 然后就提出离婚了 郭秀云贪玩不顾家 这是大家才发现 这两人居然隐婚三年了呀 钱小豪也没啥诉求 就想要孩子 但大小姐也不愿意放手 直接抱大料 我不顾家 你还有外遇呢 那个星辰的女明星 然后唯扣天下不乱的媒体 就哇哇哇 猜测那人是陈法荣 结果孩子就判给了郭秀云了 大小姐赢了官司不够 还主动提出 要钱小豪每月给一港币抚养费 这看起来莫名其妙吧 钱小豪自然不会 每个月为这么一点钱花心思 于是之后郭秀云 没事就阴阳怪气她 你可是一港币都没有给哦 前几年还偶有报道 郭秀云和钱小豪开私 不过近年来好像相逢 一笑敏恩仇乐 比如这个何也看不出 他俩还心怀借地 对于折马萨的黎一白富美 八卦杂志也疯狂编 说追求者排大长龙 甚至包括黄瞻 周星驰其中提到一个倪震 倒是可行度比较高 那个时间点 倪震正好和李嘉欣分手 于是就疯狂向郭秀云献殷请 送花写情诗 这点剂量偏偏小姑娘可以的 郭秀云哪会被这玩意儿打动 没多久郭秀云就认识了 打自己二十岁的庞杰 香港钢铁大王庞顶元的五儿子 据传身价八十个亿 也算是门当户对 当时媒体的标题 又透钱小豪一刀 郭秀云新男友们 越给十万加用 但面对这样的金龟序 大小姐也没有 火急火燎的往上铺 悠哉悠哉的和贵公子爱情长跑八年 才第二次部署婚姻 和钱小豪分手后 郭秀云最大的兴趣就是给儿子改名 从钱其夫 钱浩然 钱景峰 到连姓都改成袍 几乎一年才能见亲儿子一次的钱小豪 很无奈 改了五次我都控制不了 隔几年就改一个 我现在都不知道我儿子叫什么名字 也没有想到自己的孩子会跟别人姓 心中透着一点好笑 这么回事 郭秀云不仅情势泛滥成灾 宠溺儿子的招数也是耍金百宝 或许是因为 张着名字的不确定 因此才敢胆大妄为的以身试法 2019年12月初 郭秀云放纵儿子庞景峰 无证驾驶 并且因为没有保险使用车辆 被警方抓去讯化 两项罪名并罚 缴纳了4300元罚金 其实庞景峰早已考过驾照 后来因为改名字没有去领证 虽然罚金并不多 但这脸可是丢大了 在郭秀云的崇敏下长大的庞景峰 除了敢挑战香港交警的执法力度以外 还敢当着老妈的面 跟女朋友秀恩爱 而且选女友的眼光也很特别 庞景峰曾经交往过一个女朋友 她叫陈静怡 这个女孩子16岁就结婚生子了 之后又接连生了两个孩子才离婚 关于儿子的这位女友 郭秀云曾这样评价道 这不是我儿子的第一场恋爱 所以当然也不会是最后一场恋爱 果不其然没过多久 庞景峰生命女朋友就换成了何配家 早些年 庞景峰跟母亲郭秀云一起逛街的画面被拍到 令人意外的是 庞景峰作为一个成年人 自己在娱乐圈也不是没有赚到钱 买单结算的时候 居然还要让妈妈结账付款 由此可见 郭秀云已经成为庞景峰的人肉提款机了 而且庞景峰居然敢当着妈妈的面 跟女友和配家打情骂俏 忽视母亲的存在 丝毫没有尊重长辈的想法和行为 不过郭秀云却不在意 或许她认为自己的育儿方式 不是一般人能理解的 不过郭秀云对朋友和小动物的态度挺正常的 作为吴奇力的好朋友 郭秀云曾经揭露小龙女出轨的真相 她简单明了的指明 小龙女的女朋友 母女居心不良 想方设法地跟吴奇力索要 吴卓玲借居在她家的费用 除力挺吴奇力以外 郭秀云还经常参加一些 救助流浪小动物的宣传活动 据林燕山透露 郭秀云家中的小动物 海陆空都有 堪称动物总动员 2006年 被查出鲁腺癌的她第一时间 想的居然不是家人 而是她的宠物们该怎么安排 好在病情不重 做手术后就痊愈了 如今50多岁的郭秀云 跟儿子庞静峰站在一起 犹如一对姐弟 不禁令人疑惑不解 难道越有钱的女人 越不容易老呢 郭秀云的脸竟然有多贵 或许只有她自己清楚 毕竟医美技术横行的 现代社会没有钱做不到的事 在这世界上 胆道妄为的人比一比皆是 就看自己有没有胆子 跟天真跟地斗跟人较量 郭秀云的豪狠人生 刚刚进行了一半 下半身还会有怎样的精彩 敬请关注吧 娱乐圈里的作女作男不少 郭秀云是一个很特别的存在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聊到这里了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 请多多订阅和关注 我会持续运带来 很多明星背后的故事哦 谢谢观看